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会这三招 就能找到属于你的贵人 一起来听 很多的《名人传记》里 那些成功的人 之所以能获得别人达不到的成就 首先是他们自身有良好的品质 其次能抓住机遇 赶得上时代 最后在关键的时候 大都有一位贵人相助 比如沛县亭长刘邦 到酒席上混车混喝 结果被吕公看中 不仅没把他轰出门外 反而得到一个黄花闺女吕智做老婆 北齐沈武帝高欢 年轻时要什么没什么 出门走了一圈 被娄昭君发现 发誓非高欢不嫁 从此高欢有了起家的资本 但是如果说他们的人生都是运气好 我是不相信的 运气可能一时有用 但不能让人顺利一辈子 除了运气以外 那些厉害人物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一个人的性格可以决定他的命运 他的行为也可以影响他的机遇 没遇到自己的贵人 可能是你不懂得以下小故事中的道理 曾经一位禅师 他有一包核桃 他先拿出一颗核桃给小徒弟 又从那包核桃里数出17颗 一颗一颗的摆在桌面上 接着 他要小徒弟把这17颗核桃平均分成三份 不能把核桃敲开 也不能剩下 这下可把小和尚拦住了 禅师健壮在一旁说 要是有18颗核桃就好分了 小和尚听了禅师的话 就把手里那颗还没来得及吃的核桃拿出来 凑成了18颗 这样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禅师对他说 徒儿 解这道题的关键是你必须舍得 你要是舍不得把自己手里的核桃拿出来 就永远不可能解开这道题 而且 一旦你舍得了你已经有的东西 你往往什么都不会损失 与人相处也是这样 在生活中 舍得付出 为人大方的人 他的朋友贵人就会多一些 如果你懂得以下三个道理 你就会早日遇到你的贵人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 欲取之 必先余之 财散人聚 财聚人散 古话说 有舍才有得 一个人想要拥有一样东西 首先 他要先给予 再去付出 然后才有可能收获 在网上看过一句话说 财散人聚 财聚人散 这样的现象在一些企业家身上 最容易体现了 如果一位企业家 把赚了的钱都花在自己的身上 那么他身边的人才必然会散去 而把赚了的钱分出去给大家 把人才留在身边 还能给他带来更大的财富 使大家成为利益共同体 纵观历史 刘邦与项羽争夺江山时 身为英雄的项羽 却输给了不起眼的刘邦 而谈起刘邦成功的原因 是有很多的 但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 刘邦会散财 刘邦就很爱惜人才 他认为赢得的天下是大家的功劳 拥有的财富也不是他一个人的 所以他将大量的钱财分给大家 而且只要是他的部下打了胜仗 他就会给他们赏金封猴 这样大家当然愿意跟着他 相反 项羽在这一方面做的就弱了些 虽然他也会给部下奖赏 但是力度不大 有时候打了胜仗 只顾自己炫耀 冷落了和他一起卖命的兄弟 久而久之 使得有能力的部下都离他而去 最后失败也是意料之中的了 在生活中 智慧的人不会去计较一时的得失 因为他们懂得赛翁施马 焉之非福的道理 他们知道舍去了对名利的追逐 可以得到内心的平和 也懂得欲取之必先余之的道理 先让自己变得豁达 理智 淡然 你的贵人自然会来到你的身边 二 不失于人 往往真正受益的人是自己 在生活中 我们看到很多名人 成功人士都会做善事 帮助弱小 他们不失出去的爱心 财富 最终都会获得回报 只不过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 反馈给他们 这里分享一个经典小故事 从前有一个盲人 他每次晚上出门时 都要举着一盏灯 有人感到奇怪便问他 你举着灯也看不见路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 盲人回答道 我是在给别人照路 我提着灯走路 不仅帮助了其他行人照亮道路 而且也照亮了我自己 这样来往的行人 就不会撞上我了 原来村庄的夜晚 是伸手不见五指的 但人们为了节约灯油钱 没人提灯 所以经常发生碰撞事故 村民知道盲人提灯这件事后 便仿向盲人 每晚出门都打着灯 事故也就不再发生了 通过这个小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 有时候你去帮助别人 其实就是在帮助自己 正所谓 赠人玫瑰 手有余香 如果我们像盲人那样 给别人照路 为别人着想 别人也就不会找麻烦 在生活中 喜欢布施的人 都是热心肠的人 他们善良 亲切 所以他们朋友很多 因为他们经常布施 所以都很快乐 常常都是积极乐观的 遇到困难 自然能很快地解决 他们的热心 常常会得到别人的回报 所以他们遇到难题 总是会得到别人的帮助 一个人 若是能广失不善 懂得付出 极有回报的道理 经常去帮助身边的朋友 那么他更容易遇到自己的贵人 3.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孟子 梨楼张巨下 有一句话说 爱人者 人恒爱之 敬人者 人恒敬之 意思是指 爱别人的人 别人会永远爱他 尊敬别人的人 别人会永远尊敬他 你怎样对待别人 别人就会怎样对待你 一个人首先要学会付出 付出是一种处世智慧 也是人生的快乐之道 人与人相识于缘 相交于情 相惜于品 相敬于德 做人 心越宽阔 路越宽广 心越真诚 情越纯厚 懂得珍惜 才能拥有更多 唯有相互珍惜 每一份情意 每一份尊重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 更丰盈富足 宽阔顺畅 当你为别人付出的时候 你的人生 也会因你的付出而快乐 别人也会感到快乐 他们甚至会将感激之情反馈于你 那么你就能收获好人缘 战国时期 赵国的政治家令相如 因为完璧归赵 有功而被封为上卿 位在连坡之上 连坡很不服气 扬言要当面羞辱令相如 令相如得之后 尽量回避容让 不与连坡发生冲突 令相如的门客 以为他畏惧连坡 然而令相如说 秦国不敢侵略我们赵国 是因为有我和连将军 我对连将军容忍退让 是把国家的危难放在前面 把个人的丝绸放在后面呀 连坡静下心来想了想 觉得自己为了争一口气 就不顾国家的利益 真不应该 于是他脱下战袍 背上经条 到令相如府上去请罪 令相如见连坡来复京请罪 连忙热情地出来迎接 从此以后 两人不计前嫌 同心协力保卫赵国 古话说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有付出就有收获 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一个人付出自己的感情 去关爱别人的人 自然会得到大家的喜欢 他们在人生的道路 遇到一些阻碍 会更容易遇到自己的贵人点拨 走出困境 我们生命中的贵人 可能是朋友 同学 甚至可能是陌生人等等 贵人能在你迷惘的时候 给你指点迷津 能在你刚创业时 给你带来机会和资源 能在你被利益迷住时 让你清醒 只要你懂得以上三点道理 你的贵人就离你不远了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